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手上這個 有趣的產品 這個是Kevin Lequan他們出的 The Neo Setting Powder 看一下 它有一個超級大的鏡子 然後裡面呢 它號稱是 可以用來定妝的蜜粉 然後我拉近給你們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 它裡面是利用光澤來做一個漸層 然後他說這邊是 這一塊是 Matte 然後他說 Matte to Glow 這邊應該就是Glow那一塊 然後是漸層的方式 然後它產品上面寫說 你可以用它來定妝 然後增加你整個底妝的光澤感 那雖然這個東西啊 它上面寫說 Matte to Glow 可是我覺得它是 號稱霧面的那個 那個最邊邊 號稱最霧面的那個地方 它其實不是真的是霧面 它有微微的光澤 我覺得跟那個Hourglass的 M-Band Lighting Powder 超級像 它是那種 很細緻很細微 有一點點小偏光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真的不是它 最邊邊這一塊 它真的不是它自己號稱的霧面 那它Glow的那一邊啊 真的就是超級亮 非常的亮 而且是香檳粉色的偏光 它整個是偏光型的產品 那它號稱說可以用來定妝 那它到底可不可以當作定妝的蜜粉餅呢 我覺得有點 是有點牽強啊 就是如果 如果你的蜜粉需要的用量很少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它來定妝 因為它這一塊啊 它不是真的是霧面的 然後它也不是真的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如果你 呃底妝化完之後 你需要的蜜粉用量很少 那你輕輕掃 就是比較偏霧面的這一邊 在全聯當作定妝的蜜粉 我覺得是可行的 可是如果你是需要大量蜜粉來做定妝的人啊 那這個你如果拿來定妝 定到就是 達到你需要的蜜粉的用量 那你的臉應該是閃亮的不得了 應該是會有一點怪怪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 它並不完全就是 有符合它的訴求 說可以讓你用來定妝 但是它真的有非常細緻 非常漂亮的光澤 然後可以增加你整個臉部的光澤感 大概是這樣 那我現在臉上看起來超級平面 因為我特別用霧面的底妝 我用粉餅 上完粉餅之後 我沒有上任何有光澤的東西 也沒有上腮紅 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等一下來試這個產品給你們看 就它在臉上 它的光澤到底到什麼程度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我在手背上面試色 這一邊就是它號稱是霧面的那一邊 然後我用漸層的方式 一直到號稱是GLOW的這一塊 給你們看一下 它霧面的這裡啊 它並不是真的完全霧面 它那個光澤真的跟Hourglass的那個產品非常的像 然後呢 中間就是有微微的光澤 所以它基本上算是可以製造各種亮度的打亮產品 然後GLOW這邊就是 有香檳粉色偏光的那種打亮 光澤非常的細緻 完全沒有粉感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油 你需要大量的蜜粉的話 然後你又很想要用這個產品來增加光澤 你可以先用你平常用的蜜粉 上到足量 然後再疊這個 有一點點光澤感的產品在臉上 這樣子你就不怕說這個東西沒有辦法讓你定妝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產品實際上臉的效果 我先用就是 誒麻煩 就是 霧面 比較明顯的這一邊 然後上在我臉上就是一些比較螢光的地方 給你們看一下整體的光澤感是怎麼樣 然後再慢慢往有光澤度很高的這一邊做加強 我用的是Ben Nye的這支大扁刷 這個是PA151 然後我現在沾比較霧面的這裡 它粉壓的算是有點鬆 我這樣刷的輕輕一碰啊 你們看上面的粉量其實就還蠻多的 所以要在手上控制一下 我先刷在這邊的額頭給你們看好了 再看跟另外一邊的光澤有沒有差別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邊就有一點光澤 這邊就是我剛剛霧面的那個粉餅 再來刷臉頰 我就大範圍當成就是 薄薄上一層蜜粉的感覺這樣 我上得很薄耶 我不確定能不能看出兩邊有差別 應該是可以 然後再來是下巴這裡 我自己上一半給你們看 我現在沒有刻意就是上在螢光面 而是大範圍的像蜜粉一樣的上髮 可是就是薄薄的 喔喔喔貓咪不要打架 你們兩個 好我現在全臉都薄薄的上 號稱是全霧面的那一塊 然後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真的不是完全霧面 有沒有這邊是原本的底妝 然後這邊是全臉上過那個 它就是有光澤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皮膚顏色非常非常深的話 我覺得這個產品如果直接全臉上會不會是會有點灰灰的啊 我上次還好 這邊是有光澤的 而且它非常細緻 一點粉感都沒有 這是我摸過最細緻的打亮產品 好再來呢我們再往前一步 我要用我剛剛是用這邊邊就是它最霧面的這一半邊 雖然不是真的霧面 然後再來我要往前面中間這邊遞進 然後我要上在就是臉上稍微比較螢光面的地方 我就不想要全臉了 這樣會很像十八筒人 它鏡子很大我覺得不錯 這粉真的滿鬆的 一沾就都是粉 而且這盤子會飛出一些粉來 不過我個人不是很介意的啊 沒有關係 這產品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很特別 再來我要上在眉毛上面這個地方 一些比較螢光的地方 因為轉側面的時候 眉毛上面的就是會反光的 然後 就是眼睛旁邊這個 顴骨上方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那個光 可是它完全沒有粉感耶 這是我用過最沒有粉感的打亮產品 它就是給你一個光 非常細緻 差異還蠻大的 兩邊 下巴的 一點點 而且我很怕在鏡頭上面 會不會看不出來是光澤 看起來好像這一半邊白白的 其實不是 它是很漂亮的光澤 它是偏光型的那種 再來呢就要進入就是 最邊邊最閃亮的這一塊 我非常非常喜歡它這一半邊的光澤 我換一隻小一點的刷子 這隻刷子有點太大了 換這個是MAC的 這168還186 打在底下 反正就是MAC的斜角刷 然後最閃亮的這一半 我覺得它這個 香檳粉色偏光是美到 我有很多打亮的產品 但我沒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就打亮在這邊最亮的地方 超亮 而且它完全沒有粉感 然後它的那個偏光好細緻 上點在眉骨上面 好誇張 非常的誇張 它點在鼻樑的 都沒有在這裡 我上超多的耶 因為我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看到它 各種亮度 點亮這邊 它這個粉色又不是說 會讓你的臉紅紅的 它是那種 有一點 我覺得它是 是有一點 不是完全冷色調 然後那種 香檳粉色的感覺 我用手沾一點 唇峰 我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非常特別 好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 正面兩邊的光澤 差異就很大 這邊就比較平板 這邊比較有立體感 那我想要把它用在眼睛上面 給你們看看 那我現在眼睛就是 只有眼尾有一點點的 咖啡色眼影 然後還有刷睫毛膏 其他什麼都沒有畫 那我要用最亮的這一邊 然後用的刷具 這支小小的 鉛筆刷 是Makeup Addiction的 Precision Crease 然後沾這個地方 然後打亮這個 眼頭的地方給你們看 那個多功能的產品 我覺得它這個光澤啊 完全不像是什麼 珠光眼影還是什麼 它就是 當成眼影來用的時候 它光澤非常的自然 就不像在臉上的時候 這麼囂張 所以這邊是有打亮的 這邊是沒有 那如果打亮臥毯的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要拿眼睛上面 當打亮來用 就是 非常低調的 然後我用比較霧面的這一邊 然後我想要打亮眉骨這個地方 然後 它打亮眉骨看起來非常自然 就是很多功能這個東西 然後我用中間亮度的這邊 我想要上次在眼球 就是 欸不是眼球 眼皮最高的這個地方 上一點 把它推開之後 它就 它白白的顏色就會下降 因為它是要用在臉上 用在眼睛上面 它可以讓你的眼皮非常的乾淨 然後我用這一個 這個是Sonia Kashak的霧面眼影盤2號 我用這個 這個深咖啡色 這樣有深 有淺 然後眼頭打亮 整個就是對比 眼睛就立體很多 那給大家看一下 最後就是臉上的效果 這邊是完全霧面的那個粉餅 這邊就是加了很多那個 打亮的產品 那最後我總結一下 我對這個產品 產品 我對這個產品的想法 如果啊 你買這個東西 是希望它可以取代你的 蜜粉餅的功能的話呢 我是覺得 有點不切實際 還是買真正的蜜粉餅 來用比較好 因為蜜粉的用量跟你 就是底妝持妝 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東西 它號稱是霧面那一半 它也不是真的全霧面 它也是有一些光澤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用法 還是你用透明的蜜粉 或是蜜粉餅 把你的妝都定好了 讓它可以持妝了 再來你再用這個產品 疊加在上面 就是 控制到你想要的那個 底妝的亮度 我覺得這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所以我不覺得 這可以完全取代蜜粉餅 雖然它說它是setting powder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它粉壓得比較鬆 所以你在沾的時候啊 刷子上面 一碰就會取代很多粉 你要控制一下用量 那第三個就是它的光澤 美翻 完全沒有粉感 非常的細緻 我手上沒有跟這個可以 類似功能的 就是沒有類似光澤的產品 我覺得很意外 因為我很多打亮產品 但是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非常非常的特別 所以綜合以上的結果呢 我很慶幸 我有買這個東西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對打亮產品很有興趣 然後帶這個東西在身上 你就可以一次得到 多種不同光澤 強度的打亮產品 然後當然眼影用也是可以啦 可是它就是沒有那麼的亮 它沒有實際上面的顏色 它就只有那個光澤而已 那希望對這個有趣產品的分享呢 對大家有幫助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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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